日常居住學習周邊的環境 擴大了就是這個地球 再擴大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銀河系 銀河系還未算大 銀河系黃念祖老居士告訴我們 是娑婆世界裏面的南尖寶洲 世鑽就一尊佛的教化區 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銀河系是一個單位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究竟有多大呢 如果照黃路居士的說法 是十億個銀河系 十億個銀河系是釋迦茉佛教化的一個範圍 這個是一尊佛的教區 又這樣來觀察 我們這個地球很小 很渺小 就說我們這個世界 無想說明這個世界有承住懷空 這個世界裏面所有一切事物 都是拆羅變化的 絕對沒有恆常的 所以跟我們講清楚 國土危趣的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我們今天知道的 有很多很多天然的災害 有火災 有水災 有風災 有地震 一時一刻 都沒有平止過 現在 科學家 為我們作出證明 為我們提出了很多很多豐富的 常識 我們知道這個地球 地心的變化 地學的變化 確確實實 好像佛所說的 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 對這個世間 我們要善於利用佛法經常說 借假收真 在無常裏面 我們要學真相 甚麼是真相 法性是真相 法性身是真相 法性土是真相 甚麼才可以在無常修成真相 這是功夫 這是真正的覺悟 這個四大虎空 五陰無我 這兩句是說無我 我這個身是假的 這個身體 細胞 新陳代謝 亦是擦磨在變化的 換句話說 我們走進廣堂的時候 這個身體 跟我們聽完兩個小時經之後出去 這個身體 跟兩個小時之前 是不是一樣 跟大家說 不同 很多細胞死了 很多新細胞又生出來了 新陳代謝 所以兩個小時的變化 就很大很大了 五陰無我 四大是講物質 五陰是講精神 我們將全部生命界的現象 歸納起來 不我乎是這兩大類 物質 現在科學家 為我們證明 所有一切物質現象 都是 基本的 物質 組成的 好像 現在的 科學家 為我們做分析 我們了解到 這個 一切物質 都可以分析 分析成為分子 分子 再分為 原子 電子 粒子 聽說現在 粒子 還可以分析 稱為 夸克 是最小的了 這樣 動物 植物 礦物 星球 世界 都是 這些 基本的 物質 組合 所以 物質 的的確確是 平等的 金剛經 裡面講 一合相 我們在科學 證明了 確確實實 大宇宙 小而微塵 是一種物質 組合的現象 所以 它是平等的 這樣 基本的物質 它有四個現象 稱為四大 第一個 它確實是一個物體 很小 我用眼看不到 但是用科學的儀器 可以發現到它存在 這個 我們就稱它為地 地 就是說它是一個物質 這個物質 它有 溫度 溫度 我們稱它為火大 它有濕度 濕度 我們稱它為 水大 水是代表濕度的 你們是中國人 東方人說的 現在西方人 他不講溫度 不講濕度 他講大陰電 大陽電 大陽電 就是火大 大陰電 就是水大 它是它 大電體 它有一個現象 它是動的 它不是靜止的 這個動 就叫做風大 風是動的 不動的就不是叫做風 基本粒子 這四個現象 就是 地水火風 這四個現象 這四個現象 拆羅拆羅 變化的 苦空 它不是永恆存在的 它是拆羅變化的 它變化的時間 速度很快 我們沒有辦法 想像到 就是讓我們了解 物質世界的真相 然後再告訴我們 精神世界的真相 五音 五音呢 是色 受 想 行 色 第一個色 就是前面講的四大 是物質世界 受呢 受就是感受 感受 感受 想 是你的妄想 通通不是真實的妄想 行呢 行是不住的意思 就是你沒有辦法停留 你一定是 擦羅擦羅 擦羅 產生變化 後面的色呢 就是佛法講的 阿賴耶色 《法相遺色學》裡面 講得非常之詳細 《色受想行色》 《生命變移》 《虛偽無主》 總而言之 無論是精神的世界 無論是物質的世界 包括我們這個心 和生活環境 總而言之 它的真相是生命變移 《虛偽無主》 這八個字 佛將它講盡了 再看下面這兩句 《心事惡元》 《形為敘數》 《如是觀察》 《漸離生史》 前面兩句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 第一 第一個誤裡面 最重要的兩句說話 《心》 這個《心》 是妄心 就是講我們的念頭 念頭是一切 我們是惡業的根源 《形》是講我們的身 我們的口 《心口》 《造業》 《罪數》 《罪》是集罪 所有一切 不善的造作 都是《心口》所作的 《咋》 我們是忏悔解釐 嘔